动作慢条丝里 憨厚浣熊聚集在大树旁 不怕生把这里当自己的家休息 但这不是什么野生动物园 而是美国华盛顿中一名女子家的院子 屋主回到家吓坏 看到超过百只浣熊亲门踏户 在院子里爬来爬去 有的坐着有的趴着或躺下 有气无力的模样 看起来好像饿了很久 屋主打电话报警求助 希望能赶跑这些浣熊 只是他们为什么聚集在这里 女子坦诚在家里附近 有喂食浣熊的习惯 而且已经喂了35年的时间 尤其周围邻居也发现 社区浣熊的数量暴增 不只有人的毛小孩被攻击 有时候遇上浣熊出车祸 都让不少人希望能尽速解决 浣熊大军入侵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